為甚麼要這樣子的做法 我們覺得這個案件不單純 因為這個人的背景大家都知道 這個組織已經被美國指定為 Agent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中國共產黨一個指定的代言 所以到底裡面有甚麼狀況 還是有被指示 我們希望美國政府 不管是聯邦、州 就是徹底去調查 而且有責任的話 一定要prosecute 這不只是保護台北人的安全 而是全美國人的安全 如果這件事情在這麼和平的社區發生 那其他社區也有可能發生 我們大家都知道在國際上 中國國產黨的影響太大太大 所以我們一定要很積極 要很堅持 那我們這邊 台灣人教會是很和平 也很低調 也很支持民主 他們根本就是 老實講 被欺負 那我們對這件事情 覺得很生氣 也很悲傷 所以我們現在 可以做的一定要盡量 謝謝